我们希望是最受欢迎的这个平台 一个技术平台 能够当大家想要去做一个去中音化应用的时候 第一个会想到在NEO上面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在设计上 我们实际上是非常decentralized 我们甚至可以做到比其他的区块链更decentralized 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在用一个相对中心化的方式来推进这件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现阶段 我们保留了50%的token 那么NEO的token 它不是一种虚拟货币或者说加密货币 它更像是一个这个区块链的一个治理的这个权力 一个投票权 那么我们保留50%之后 我们就保留了50%的治理的权力投票权 那么我们就可以影响这个网络 让它这个进步的更快 但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把这些token分散出去 在几年的时间里面 这些token会被都分散出去 那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了 那个时候就有整个社区来共同的取从心化的治理了 这是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一个任务 因为去解释一个东西最好的方法 可能是用一个熟悉的东西去做比较吧 我觉得最大差别是在设计哲学上 就大家想要实现的目标并不一样 以下法更多的是要做一个全球计算机 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技术的这个平台 我们想做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我们想做一些完整的解决方案 能够让真实的这个经济 实体的这个经济能够在区块链上面来运行 所以我们不仅仅会去做智能合约 我们会考虑和这个rebusiness之间 怎么来关联起来 怎么去变得更加合规 能够让传统的这个企业更容易接受 因为涨太多了吗 就是这个correction是肯定会有的 因为前面涨的太多了 很多倍 所以很多的这个参与者投资者 其实在这个上面已经有很高的一个获利 那所以有调整 我觉得是肯定会有的 我觉得其实跟.com泡沫会有点像 就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是 那这题比较宏观 现在中国政府就是在进行这个比特币 进行这个区块链 那你觉得它会开放吗 甚至没有就是中国的 准确的说没有进比特币 也没有进区块链 中国政府非常就是不鼓励的是投机 那么他制止了两件事情 禁止了第一个是ICU 也就是面向中国公民去做这个融资 或者说是向普通公民去做融资 第二个呢是这个中心化的交易所 因为在中国去经营任何的交易所都是要拍照的 但是由于 在cryptocurrency之间的这个投机氛围很浓重在中国 所以也不会给这些交易所发牌照 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运营交易所本身这个是不合格的 所以进了世界两个 但是政府对于就是开发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其实还是比较鼓励的 所以在这个政府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你觉得你有影响吗 的发展 我觉得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对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话 实际上在去年当那个状况就是 所有人都想着怎么样子来编一个ICU 然后去融个几千万的人民币 甚至是美金 那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来说非常不好 因为他们 荣召这些钱之后会也要做一点事情 要不然就是诈骗了 那他会去用很高的价钱去挖一些这个技术人才 但其实并不会去只是做一些样子 那其实对这个行业发展也是不利的 目前我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 现在的就是完全禁止ICU跟那个交易所这个政策 其实对冷却市场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我觉得肯定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引爆点 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实在中国的话或者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开源文化并不是那么强就开源软件的文化并不是那么强 然后我们做了这个rebranding之后的话 西西方的一些个开源社区开始关注到这个项目了 那么他们就会去看代码看你这个设计 所以的话就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阶段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 我觉得Blockchain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 然后在这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太多了 有技术方面的 有这个制度设计方面的 有经济方面的 货币方面的 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投射这个领域是一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而且这个领域的创业者活的都还不错 不像其他领域的创业者那么的辛苦 所以如果是不管你是做技术的做做做做做各方面有所长的 我都觉得应该投身到这个领域里面来 是是是鼓励更多点 这个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我们也没在上面做过广告 对所以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影响 但是一样身为这种做engineer 就是做CS相关的这个领域的 你不觉得他们应该也要open minded吗 还是在在在我们中国大陆 现在有个词叫古典互联网 他们是古典互联网企业 这是开玩笑的了 对我会觉得现在行业的第一名 他不会那么积极的去拥抱这个区块链 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商业模式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颠覆性的 对是是他们担心受到危险 我觉得可能会吧 对他们叫古典 那如果说我们这种区块链的领域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